《半泉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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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來到《魔龍》 有王啟榮、Chris Wong的展覽 《半泉狀》 展覽有不同的裝置 裝置有機械成分 所以看到它們會不停在動 而這件未動的作品 叫做機械神經質 要觀眾跟它們互動才會動 Chris 可以介紹一下 大家看到中間掛了一條燈 其實是之前我學習做偽紅燈的時候 製造了一條偽紅光管 它就在幾個馬達上 但是它做了一個互動的裝置 當觀眾按這個按鈕的時候 它就會根據大家按鈕它的大力細力 它就好像有一點真實的反應 其實當中就是想說 當機械自己也有自己真實的神經的時候 那我們又怎樣對待它呢 我們是不是就是用一個龍去套住它 然後就可以確保其實它是一個我們貴養的生物呢 紙欄裡面也有很多不同的機械 給我的感覺就像壞了的機械人一樣 而這隻雖然是一條偽紅光管 但它也很生動 就是有個鳥籠入住它 然後按到它動的時候 那些機械發出的聲音 就好像我們卡通電機械人的聲音 真的有一些它自己反應的聲音 對 也有些像小鳥的聲音 所以機械神經質 它亂動的時候 你會想像它不僅僅是人控制的東西 它會不會都有自己的生命在這裡 它自己動啊 對呀 它這個也是另外加進去的program 令到它自己有一個系統在動 而令到更加覺得它是真實 因為它自己本身好像在運作中 但是你去介入的時候 它又有不同的反應 又在網上 第一天 再濟一下